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特派員紫玲 其實我就是彭醫師的女兒啦 那我今天就是要代替我們大家所有的廣大的民眾 來問一些我們自己最近非常非常焦慮的一個問題 那個老爸彭醫師 我想要問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最近我們的LINE群組裡面 就充滿著很多的心盆好友給我們一些很恐怖的消息 例如說他們就講說 就算你感染過了 你也不要隨便出門喔 因為家裡有小孩 或者是說你感染過之後 還會有很多很恐怖很恐怖的後遺症 這個是一輩子都沒有辦法復原的 例如說我最近就有點感覺 雖然彭醫師的調查底下我現在一直遇到確診患者 我都還是陰性 這真的蠻神奇的 但是我很多朋友就說他們真的有覺得說 體力下降了 比較容易喘 那我們不是講腦霧嗎 我現在就是大家都很流行 大家都說我已經確診過 我現在這是一個後遺症 如果忘記我們約的開會時間 是因為我腦霧啦 現在很多人都這樣講 要不就會說肺部會有一些什麼不可 永遠的破損啊 那個就會完蛋啊什麼的 這聽起來很恐怖耶 怎麼辦 這是怎麼發生的 新冠病毒真的那麼恐怖嗎 就是讓我們這有生之年 就算感染過我們還是要一輩子活在它的陰影下嗎 好 嗯 當然我現在談的是我個人的經驗 那麼新冠引起台灣很那麼普遍的一個恐慌焦慮 這是以前沒有發生過的事 所以我們是不是反應過度了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我以專業的把脈來看 我要為了這個病毒喊冤 嗯 那因為我覺得很多的症狀 其實它是在我們在分兩大系統 第一個是腸胃系統 就是它腸子裡面本來就有很多的肌 肌的那個素份 大變在裡面 然後所以會造成腸子熱 它一樣會脹氣 疲倦 睡不著 頭脹 這個其實是腸胃症狀 那麼剛剛有提到一個叫腦霧 好 那麼我們以往得到流行性感冒啊 得到中暑啊 我們不會那麼害怕 但是這些是報導的說很可怕 你可能會喪命 你可能會留下很多的後遺症 所以這個對病患來講 有一些 尤其是媽媽類的 她遇到這種壓力的時候 她會激發她的對她家裡人 尤其是對子女的愛心 跟過度的擔心 那麼這一種她會沒辦法控制的 一直去思考 怎麼辦 我這個家要怎麼辦 我要怎麼保護我的家人 她考慮的不完全是她自己的復原健康 她考慮的是家裡人 那這個是人之常情啊 但是你的大腦皮質在思考的時候 這種過度重視 安心的思考 你想想看 這都是幾歲的人 五 六十歲 六 七十歲的人 所以就會說這個年紀的人比較容易腦子 對 她是媽媽 她是婆婆 她在思考的時候咧 我們的心要供應血 我們的肺要供應養 但是你想想看 一個五 六十歲的人 她的心肺有多強 她不運動啦 而且她想的大部分都是家裡的這種事情 所以她不太像年輕人說 我要去爬山 我要去買新衣服 我要去逛夜市 這種思考是很輕鬆愉快的 她是一種愛心跟擔心 所以她不太有這種自己放鬆的這種念頭在裡面 她完全 雖然說她是愛跟擔心 其實她就是老心 所以她的肺跟心會因為這種情緒的思考 會帶來過勞 所以她的心臟會產生問題 她的肺會一直咳得不好 當然這種咳久 她肺本身的淋巴就會慢性的腫脹 這個叫過度的愛心 但是因為對一個人來講 她沉浸在這個愛跟擔心 她並不覺得這有哪邊不對 所以她日復一日 我覺得這個不見得是她染上新冠以後的體質 對 其實應該是一個長期的體質 她可能是本身 就像之前啊 彭醫師跟謝教練 有入過一集 七情過集 對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回去看 所以彭醫師 你的意思是說 就是這一些看起來像後遺症的東西 就算我們沒有感染新冠病毒 他的體質已經在那邊了 對 只是我們把它連起來 對 我們就覺得 喔 我會發生這件事是因為我感染了 而不會去想說 這是我生活中我的一個習性 對 對不對 所以心情是非常的影響我們的 譬如說肺 腦 疲勞的感覺 這一些部分 對嗎 對 那我記得那個老爸你還跟我講 你最近一直在告誡我們一件事 你就說最近要特別的注意 像你最近幫我拔麥 就說雖然我們現在還是陰性 但是你就會說最近吃東西只可以六分飽 為什麼你要特別的叮嚀我們這件事情呢 除了情緒之外 還有什麼事情會是看起來疑似是後遺症 它是怎麼引發的 好 在新冠這一段時間 我們不太能夠出去活動 包括去餐廳啊 去逛夜市啊 去爬山 還是很緊張 對 連爬個山都戴個口罩 你看看這個實在是沒有樂趣 那唯一的方式紓壓就靠吃啦 問題就吃出問題啦 你在家裡面你的熱量消耗少 可是你的紓壓卻用吃來防止 所以常常造成肠胃積熱裡面的素變 裡面的毒素會造成很多 那問題是肠胃的這些素變 我們並沒有吐跟拉肚子 有人會拉肚子 其實它是在自救 但是西醫卻把它弄反了 要止蟹 對 這個消炎止蟹其實是很大的錯誤 那我們人在自動拉肚子的時候 它其實是人體自動在排毒 是個好現象 如果說有人他並沒有吐跟拉 那毒素累積在肚子裡面 他自己會吸收 那這種腸胃裡面的毒素 跟腸胃裡面的熱會造成它 那一樣會頭脹頭暈 也會失眠 我碰過有一些是恐慌的 也有一些是精神分裂 可是 你說腸胃會造成恐慌跟精神分裂 對 現在很多證據 對 現在很多證據 其實在新冠以前就有這個證據 就是說很多腸胃的問題 會造成情緒上的干擾 那現在這種研究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都稱小腸是腹腦 我們的腦袋放在腹部一樣 叫第二腦也叫腹腦 腹部的腦它會思考的 它會影響人的情緒的 所以唯的方式就是不要吃太多 讓腸子保持乾淨 熱量的攝取稍微低一點 你只要不要餓得很難過 其實稍微餓 餓到精神體力都還是正常 我覺得這個餓是好事 這反而是一個很健康的狀態 其實古人幾乎都這樣生活的 是我們現代人 照三餐 每一餐都要吃到飽 其實有研究古人好像是吃一餐的 吃一餐而已嗎 對 一餐到兩餐 兩餐是真的很合理 對 好像不知道從哪一朝 宋朝還是 因為宋朝以後才有夜市 聽說對 所以夜市讓台灣人 糟糕 有夜市的國家 我們可以研究一下 在新冠的疫情上面 是不是有比較嚴重 所以吃多實在不是好事 不是好事 那這邊跟大家提醒一下 彭醫師跟謝嘉玲 有入過一集關於小強跟情緒的部分 如果大家願意更了解自己的話 歡迎去看那一集 那彭醫師我想問一下 通常呢 就是我有很多的朋友 他們都會 就是大家 就是假後倒血有果 這樣子 就來到你的診所這樣 然後大家都說 非常非常的有效 但是第一次去的人 會有一個擔心是說 他拿到藥 雖然診所也有跟他說好 就是說這個藥是會拉肚子的這樣 但是剛剛我們有提到拉肚子這件事 但是一般人對於拉肚子其實都還蠻害怕 而且是不習慣中藥的 會覺得拉肚子就是吃壞肚子 會是好的事情 那在我們到紅色診所拿到這個 有卸下成分的 就是會拉得要的時候 我們自己在吃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分辨說 這樣子拉是差不多了 還是有的人會反應說 我這樣拉到有點虛脫的感覺 我們要怎麼分辨 好 我想有一句台語 就是 我台語很拉 就是說不管你多撞 你也禁不起三天的拉肚子 可是 這個其實是指細菌性感染 就是你在拉肚子的時候 你的病毒素其實是沒有排掉的 你身上如果說你排掉 我們小時候也曉得 我們有時候很不舒服的時候 拉一拉就沒事了 可是為什麼拉有時候不會好 可是說這個毒素並沒有排出來 好 那麼 所以才是 西醫是用抗生素 中醫來講 也有分消炎跟另外再卸下的 但是現在的人很多是第一個 剛剛提到的 腸胃裡面會激熱 這個一定要拉 第二個 第二個 就是神經上的緊繃 包括抑怒 或者是很忙碌要很緊繃 很擔心經濟 那麼像婆婆媽媽就是 我很愛我的家人 這種 它其實都是一種緊繃 那這個緊繃 我們扪心自問 你剛剛講說你不要緊張 你心情放輕鬆 有效嗎 沒辦法 太難了 對 那方法是怎麼樣呢 就是我用我的藥 讓你一樣會生氣 可是不會生病 這才是做醫生 想出來的最好的方法 那這種的除了 它是苦寒 它要鎮靜你的膠感神經 鬆弛你的肌肉系統 最好 讓它神經冷卻就是卸下 那這個卸下是藥引起的 其實並不是細菌感染引起的 那麼對病患來講就是說 我有各種不舒服 我跟彭醫師講的 吃了藥有拉肚子 對嗎 我們要繼續想 我除了肚子痛拉肚子 不方便以外 所以這個不方便 包括我上班 我出門 我一直在外面 突然要找廁所很尷尬 你還有各種不舒服嗎 它一定症狀有改善 你要回頭看自己的症狀 對 體力也增加了 睡眠 食慾 痠痛 各方面都改善了 表示說 這個拉其實是必要的 就好像說 你的身體不好 你需要運動 你跟人家講說 我運動了一天 我全身痠痛 我更累 你這個運動有副作用 沒有人會這麼說吧 總是要熬個一天兩天 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要熬過去吧 要也是一樣 這個是 但是 不曉得為什麼 台灣人 可能是長期的 這一些健康食品 地下廣播電台 在宣揚說 台灣人很虛 要吃各種補藥 要吃各種健康食品 其實台灣人不虛 相反 因為台灣有意思 如果是因為工作關係 那實在是拉不方便 可以跟彭醫師 跟我商量沒有關係 對對對 是可以商量的 當然 我看病是看病 我是就你的麥跟症 我去下藥 我不太可能去問到你的工作背景 你的生活起居 但是 你可以主動跟我講 就是我實在是不方便 我就會用別的方式 當然療效會打折扣 但是在影響不大的情況下 我把卸下的藥減弱一點 或者改成別的服用方式 有各種方法 可以跟我商量 很貼心 那我們下個見囉 掰掰